我們這次給針言的題目叫做《我家,我心安處是吾家》 如果你有一路參加我所舉辦的講座 你也會知道我有個負擔希望一連串把《聖經》中的智慧文學的主題都說了 曾經說過的傳道書《從生命的荒謬到植根永恆》 也說過約百計和人生的苦難和人生的遭遇 這次就拿針言來講 相信如果神容許下一次會跟大家講雅哥 雅哥裏面的親切親密的關係 人和神人和人之間親密的關係 還有一次講詩篇的淑寧經歷 這是我自己的負擔 針言是一卷不容易講的書 《我心安處是吾家》更不能完全講針言的主題 針言的主題有相當多 較為重要的主題 除了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包括了兩件事 講個心 就是今晚我們所講的智慧 然後講個家 就是我們下一次所講的家庭裡的父母子女 以及女性的角色 講到對於上一代長輩的態度 以及究竟家 在這個香港這麼繁忙 這麼緊張的社會裡 我們如何重新定位 這個在針言裡相當多豐富的教訓 所以這個題目為何會選這兩個題目 我相信講到針言裡的智慧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如果你稍微讀針言 人們會不斷在印象當中 事常都會講 智慧人是怎樣的 愚昧人是怎樣的 聰明人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針言裡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較為哲學一點 較為思考性強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題目來講 下一次針言也有很多很具體很實際的教訓 雖然他零零星星不一定是順著次序地講下去 但是很多隻字片語很長時間去想 也有很深度的人生思想 也是智慧的教導 所以如果我們針言只是講智慧 只是講抽象一點 只是講哲學性一點的理論 就不能夠講到針言這麼實際的用法 所以下一次就針言其中一個很實際的用法 就是講到家庭的倫理 在人際的關係當中的問題 和大家結合現代的社會 和我們所面對的困境 我們希望看出一個欣賞 欣賞一下針言究竟是怎樣 剛才說過針言還有其他主題 譬如針言裡也有不少的地方 是講到人與人之間朋友的相處 說話的藝術 懶惰或勤勞的問題 對財富怎樣去運用 這些諸如此類還有很多事情 當然在兩堂聚會裡不可能把它說完 只能夠拋磚引辱 引導大家對針言發生的興趣 對神給我們的智慧啟示 是一種愛慕 我相信我的目的便已達到 好了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 開始講到在資訊爆炸的社會當中 重提智慧 是資訊爆炸的社會 大家都知道是我們事常掛在口邊的說話 Information Society 在上一年一個國際的未來學會議裡 有三千多人參加 在這個國際的未來學會議裡 討論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題目 就是究竟這個資訊爆炸 帶給人類是好事還是壞事 他就請了兩位在這方面的專家 一個他堅持是好事 一個堅持是壞事 有一個主持人他嘗試中立 做了一個針風相對的討論 內容我不會從大家重複 其中有一個對於資訊爆炸的 將來社會比較悲觀的學者 他提出一連串數了十個 因為資訊爆炸所帶來的危機 我不會跟大家說完 今天還不用講針言 我想大家猜猜 從第十名數 第九、第八、第七 數到第一名 你猜在這位學者的心目中 我們有這麼多資訊 我們有了網際網絡 有了這些CD-ROM 有了這些電腦 聯繫了 已經全部上網了 你和我都有了電郵 究竟將來社會有什麼 第一號的危機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我故意不寫在筆記上 原來他說最大的危機 是將來人類都會因為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會產生一種資訊充實的窒息症 即是說將來我們會有太多資訊 太多我們本來不要的消息 而不知道到一個地步 我們會搞到不知道我們要什麼消息 這樣我們就變成很笨 這個是他所提的一個最大的危機 我們開始有這樣的感覺 自上我們收了很多信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我發覺越來越多時間 收了信要扔 扔的過程也浪費了很多時間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用的 但是以前沒有那麼多的 現在有一個電郵 每天就拿來看一大堆很無謂的東西 有時花了兩個多小時 發覺很後悔 後悔之後第二天又做過 那種生活我感覺我的時間不夠用 其實用了很多是拿來看數的資料 然後扔很多的資料 資料多到不得了 但是很多資料根本是你和我不要的 尤其是這個廣告的社會 走出街扭開電視機 扭開電視機 其實大部分你都不要的 但是你被迫坐在那裡看 因為你不知道廣告什麼時候完了 那片集會繼續出來 所以你又是不敢去廁所 你又坐在那裡看 浪費了你很多的時間 那這個不要緊 最重要的 他說到一個地步 我們開始被這些資訊 充塞到一個地步 我們不知道我們要什麼 不知道我們要什麼的資訊 那個不知道 就是一個智慧和沒有智慧的判斷問題 我相信在過去幾十年裡 我真的變了 以前你懂得多 你知道知識多 你就厲害了 現在這個根本就不是的問題 人人都可以有知識 因為你只買一百幾十元 去買一隻CD-ROM回來 你的知識都在那裡 按幾個Key就有了 以前你又厲害了 你記性好 想得多 我記得我自己 剛剛順主沒有幾天 進大學的時候 聽一位牧師說到 他說針言 他說針言裡面 《經威耶和華》 這個字出現了十四次 我們坐在下面 很厲害 讀聖經道得這麼精 整本針言三十一章 看見我頭都爆 還沒看完第二三章 他三十一章 給他看完之後 給他數到十四次 《經威耶和華》 這個字出來 覺得很厲害 但當年我們不知道 原來已經有些 有些什麼 其實很簡單 《經文類》 你揭開 數一數就知道 當然他沒有意騙我 不過那時候 剛剛初訊 覺得很厲害 他知道這麼多 但今天我相信 你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這樣說 你完全不會覺得他有什麼厲害 是吧 厲害什麼 我回家按三個Key 我都不用兩秒鐘 都出來了 那些經文 還會刷出來 那個問題不是 你有沒有這些知識的問題 有沒有知識 有沒有這些資訊 如果問題在哪裏 那是不是人人一樣呢 那不是 這個世界當然有競爭 而且競爭越來越重要 那競爭的標準 當然不是你知道多多少個資訊 而是 在於你拿了這十四節的經文之後 你知不知道這十四節合起來 究竟說了什麼出來 這個就考慮了 功夫在這裏 聽了明白的意思嗎 功夫就是 給你了這十四節 究竟 敬畏耶穫華說什麼 我可以 我的電腦裡還有一套 還有一個軟件 叫做 《舊約神學》 《舊約神學》 有人幫我消化 我按那個敬畏耶穫華 有個學者會寫一篇文章 《敬畏耶穫華》 大概是什麼意思 都可以 但再進一步 如果我再問你 為什麼敬畏耶穫華就是智慧的開端呢 為什麼一個人敬畏耶穫華會帶來智慧呢 那些不敬畏耶穫華的人沒有智慧呢 那些不敬畏耶穫華的人沒有智慧呢 周圍很多人很不敬畏耶穫華 說他很有智慧的 說話很聰明 想話很通 讀書很聰明 讀書很聰明 有些人很敬畏耶穫華的人說 很主觀 激得激死你 是嗎 我們不想用蠢頓這個詞 不過很難頂 難頂基督徒其中一種 是很敬畏耶穫華的 那為什麼呢 那你就要去解釋 如果你相信聖經的時候 那一刻來到這個步驟 你就會發現不是資訊的問題 就是腦的問題 腦的問題永遠沒有辦法 可以在電腦的資訊裡可以代替 這個我相信就是 資訊和知識 知識和智慧的分別 我們相信將來的世界 知識就是人人有 並且人人都有咪 人人都可以上網 有這麼少錢就可以上網 所以很有趣的想想 將來的社會 以前的校長才有咪 所以校長說話 每個人都留心 現在媽媽的狗也有咪 你就上網就可以說話了 人人都說話的時候 是不是人人都會聽呢 就不是的了 所以將來那個分別 就是大家欠什麼呢 欠那些非知識性的比賽 就是說有知識 有資料 完全不能夠讓你成為人上人 怎樣才能夠令你在競爭當中 可以高過其他人呢 幾萬人開咪說話 為什麼他們是要聽你說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將來你想做這個 在競爭當中能夠爬上來的話 我相信一定不是知識的問題 所以現在那些人很喜歡說EQ 就是這樣 是吧 EQ不是說知識的 現在呢 喜歡說包裝的就是這樣 一百個咪 開咪 為什麼要聽你呢 你的包裝特別 現在呢 我相信 將來 慢慢 人們聽了這麼多聲音的時候 他們想聽一些有智慧 有深度的說話 和資訊 那些呢 就能夠吸引人 這就是我們 為什麼今天呢 試一下 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用心思去研究一下 智慧 看會是什麼事 我不想把智慧 在聖經裡面的智慧 說到純粹一個高超的哲學體系 雖然今晚是比較用腦一點 下次就容易很多 實際很多 但是呢 我今晚呢 都很想把它成為一個很實踐性的 我會提出 究竟 怎樣才叫有智慧 怎樣才能夠有智慧 有什麼的操練 有什麼的操練 是讓我們能夠比較 慢慢慢慢接近有智慧 不過你不要指望今晚你聽完出去 一到街上就很有智慧 智慧這件事 是要操練才能夠回來的 不是你開個電腦 按出來的 分別就是這裡 難處也是這裡 那針言裡面 講智慧 不如我們先來看看 究竟針言是一本怎樣的書 針言是一本怎樣的書 所以我已經不想花太多時間和大家研究了 所以我弄了一個簡單的附錄 看我們引用的經文最後一頁 我們很快看一看給大家 有一個小小的交代 也將這堂講座的參考書 也將這堂講座的參考書 都列在這裡 我也不會慢慢來介紹 給大家看看 這也是我用過的參考書 其中一個部分 好了 關於針言這本書 如果你看下去的時候 它的結構大概分開有九段 這九段本身一句和兩句之間 未必是完全銜接的 好像那些語錄的修緝那樣 並不是有邏輯性 不過那個主題大概可以 按照它的編輯者 可以分為這樣 開始的六節 就是講出針言的主題 這個可以說是針言的引言 跟著就是關於針智慧的教材 跟著就是第三段 就是由第十章開始 到二十二章的中間 寫明的是所羅門的針言 然後就由二十二章的十七節 一直到三十四章 那裡就講到 所謂的智慧人的言語 我講得很快 我免得幫你揭聖劫 是浪費我的時間 你回去慢慢揭聖劫 看過你就知道 跟著就有些搜集性的針言 就是希西加時代所搜集的 所羅門的針言 跟著就是那裡說明一個叫做 是雅基的兒子 雅古爾的言語 然後尼無伊勒王的言語 最後一章是挺特別的 講到一個典範 女性的典型 一個理想的女性是怎樣的 這個我們星期五就會講 究竟針言這樣的編輯的時代是怎樣的呢 根據聶宏記上講到 所羅門不僅有智慧並且自己寫針言 也修緝針言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相信第一、第二、第三段 以及第六段 所修緝的都是所羅門而來的針言 如果是所羅門王的話 大概是現在的三千年前 如果是希西家時代 他收集的話 希西家時代大概是公元前的八年 收集完之後 就成為深圳裡的一半 有四大部分 然後呢 所謂智慧人 所謂智慧人我們不知道是誰 不過如果說當時所羅門這麼喜歡這些 這麼有智慧的說話 那他的智慧說話 不僅僅是所羅門說的 可能是民間流傳有些人說的 那他也修緝了 都當他是所羅門的時代 所以大部分的針言 可以說是所羅門的時代 他自己和後人修緝他的 和他搜集民間的 所寫成的智慧的言語 然後呢 亞古爾是誰呢 這個真是妙了 亞古爾就這麼多學者這麼多年 沒有辦法猜到 沒有辦法甚至猜到他是什麼民族 什麼地域什麼時代 總而言之呢 就在這裏 然後尼姆伊勒王 尼姆伊勒王也不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呢 就憑他所寫的內容來說呢 他也是一位敬慧神信仰耶和華的王 或者可能是一位王子 阿拉伯地區北部的王子 按照他用的問題 最後呢 就是第三十一章 也都是不知道是誰寫的 也都沒有說是誰寫的 有些人說可能 就是跟著那個次序 可能都是尼姆伊勒王寫的 也都沒有寫的 寫他的媽媽 但是有些人說不一定是 因為他的文章的風格和上一章 就有些不同 這些都是我們稍微簡單來介紹一下 對於我們來說 不是特別的重要 最主要是針言裡面的內容 針言說到智慧究竟是什麼呢 什麼叫做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的表現是怎樣 如果我們引用唐君毅先生 他所寫的一本書裡面的附編 這個人的道德和自我 他特別詳細研究這個 在中國的傳統裡面 所謂有智慧的人是怎樣 當然也不是我們今晚的重點 不過他引用了一個例子 可以說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一個經典的例子 他的例子就是講司馬光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故事 司馬光小時候就和其他弟弟去玩 大家小時候就一群小朋友一邊玩玩 有一個大的水光高的人頭 我想玩獨哩哩吧 有一個太聰明了 因為太蠢了 總之呢 就想躲在江那裡 大家都知道 爬上江那裡一跳一跳 誰知道有水的 沒頂 那就慘了 大家都很害怕 怎麼辦呢 有人叫媽媽 叫了泥也沒有 是吧 有些人想咬江又不行 司馬光就立刻拿一塊大石 大家記得 打破江那裡 水就流出來 那些水一流過 水流出來的時候 小弟哥就不會浸死 就救回小弟哥 這個我們說是一個智慧的典型 因為這個智慧不是每個人都想得到 而且呢 知識是每個人都有的 為什麼呢 那些水浸過頭 是會浸死人的 這個每個小孩都知道的 用石頭擲乾 乾是會爛的 這個知識大家都知道的 乾爛了 那些水就會流出來 這個知識大家都知道的 那些水流出來之後 他就浸不死了 就會救回他 這個大家的知識都知道的 所以問題不是這個 這幾樣的知識大家都知道的 而司馬光的智慧 就是在於 他為什麼會想到這幾樣的知識 把它們合起來 做出這樣的行動 做到其他做不到呢 這個就是智慧所在 這個就是智慧和有知識不同的地方 一種判斷 運用本來有的知識 你又有他又有 為什麼到他的手 他就搞定出來 你一束花 他一束花 為什麼他比你更好 那分別就是這裡 你又唱詩 他又唱詩 但是他又可以作一首歌 唱到每個人都想唱 你又想作一首 但是你作就作就作不到 有些人說沒有 沒得說的 像司馬光的生出來這樣 音樂天才 可能有些譜 但是呢 是否完全沒有詭跡可尋呢 今天呢 我們試一下 我們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在針緣裏面 瞭他出來 看看有些什麼 是 有些什麼秘訣 然後呢 還要加上 有些什麼熟靈的秘訣 當然呢 智慧不是單單 好像司馬功那樣聰明 能夠運用這個知識 做到一些事情 是別人想不到的事情 智慧當然還有一些更闊的 是對人生的體會的智慧 就是對人生的一些現象 有一種深度 是不同凡響的了解 另外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塞翁失馬 焉之非福 失了一隻馬 是一個損失 損失就是一個禍害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說 因為他失了一隻馬 誰知道他的馬 後來帶了一群馬 哇 那些人很高興 有了一群馬 這是一個獲得 一個不需要付出的 白白的收穫 很高興 蔡翁說不一定 有了一群馬 也可能帶來不一定的 好處 果然不出所料 是吧 於是他兒子就很高興 就是騎馬 誰知道跌倒了一隻腳 啊 跌倒一隻腳 大家都來安慰蔡翁 哎呀 你兒子真是慘 真是不幸 蔡翁說不一定的 跌倒一隻腳 從人的角度來看 一般來說 跌倒一隻腳 最愛兒子跌倒一隻腳 還有什麼好處呢 蔡翁說人生不一定是這樣的 跌倒一隻腳 不一定是不好的 終於果然是 後來精兵 去打仗 打仗 打仗 看到蔡翁的兒子跌倒一隻腳 不可以打 不用去了 救命 對人生的禍福 得失 一些沒有智慧的人 得就得 失就失 禍就禍 福就福 很簡單 是吧 但是對於有智慧的人來說 他可以在禍當中看到福 在福當中遇見到禍的可能性 失當中看到另有所得 得之時 他也不會歡喜若狂而盲目 這就是智慧 這就是智慧 對人生有一種深度不同角度的看法 這是智慧的表現 當然有些少聰明些 聰明些的智慧 就是猜迷語 對戀 那些 猜字 那些其實也有很多智慧 有人問你 菜字 一棵菜的菜字 加一筆變成另一個字 糟了 是什麼字 有人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嗎 有誰不知道的 菜字加一筆 真的不知道嗎 你回想想 加一筆就變成另一個字 那怎麼辦呢 一筆可以無限多的加法 無限多的畫法 但是有聰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我知道 變成了什麼 變成一個谷字 是不是 你們都看著我 你不知道嗎 我們這些人都知道 菜字加筆變成一個谷字 想到嗎 給一個答案都想不到 就沒什麼智慧了 如果你沒有答案之前想不到 那就是中等 不知道怎樣 菜字的草花豆下面一撇 撇字加一個歐 下面那裡變成一個米 變成一個谷字 谷花的谷 想到嗎 是啊 這些都是智慧來的 這些讀了書多 不一定會懂的 不是說你沒有學問 拿到一個博士 也未必是想到的 智慧就是這麼巧妙的 智慧它能夠有一些 似乎它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的東西 不是一條線路 肯定沒有一個邏輯 沒有一個智慧的邏輯 那你沒有邏輯 那今晚說來幹什麼 就是 繼續被你租質而已 今晚坐在這裏的時候 又說了幾個謎語出來 又想不到 你說是不是沒有智慧呢 那我怎樣才有呢 那今晚當然不想這樣 好嗎 今天我們在聖經裡 看看究竟怎樣可以得到智慧 那麽為了方便和時間的緣故 那麽我就已經和大家 將這些經文印了出來 這是我有嘗試的做法 那些有關的經文 我們都印了出來 那麽所以我一直說的時候 我就叫大家 看第幾段 哪一章哪一節 我說了那些叫大家看的經文 就一定已經在這所印了出來的 這一張的紙上面 好嗎 那我們一路 那麽對照來看 我們一定要從聖經裡面去看 那麽當然呢 我們今晚所說的 也都不是單單停留在聖經 我們將它 是具體化成為我們生活的 一個是實踐的指標 好 那我們首先從剛才那些的例子 裡面 我們先來講講 究竟智慧是什麼 先拿一個很簡單的藍圖 然後我們在藍圖裡面 慢慢抽絲剝繭 進入它的核心問題 如果我們好像用司馬剛這個例子 我們就知道 所謂有智慧 一個智慧的表現 就是它對著一個問題 向著一個目標 問題也就是一個難題 比如說 一條掃 一個謎語 一個面對一個危機 好像司馬剛那樣 有人要浸死 那怎麼辦 一個目標 比較寬 就是一個人生的體會 或者一件事 你應該做或者不做 對於面對一個這樣的特定的對象 問題 目標 我覺得能夠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 在智慧裡面 第一 你有一種全面和深度的透視 或者是透視和分析 perception 這個是表達到你那種知的方面 那種理解力 有一種與別不同 不同尋常人的理解力 然後 還有 像剛才司馬剛那樣 你有很多知識 人都很有知識 但是你能夠有一種創意的綜合 撿到這些大家的一堆知識 你看完那一堆知識之後 你能夠撿到其中這十樣八樣 合起來 做到一個很精彩準確的判斷 一個judgment 一個判斷 是究竟我們怎樣去做 做一個抉擇 所以 智慧就是這兩樣東西 有那個的否釋 認知理解的優越性 然後判斷上面的準確性和高明性 一個人有這兩樣東西 合起來 有這個訓練和有這個表現 這個就可以稱為有智慧的人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一定是讀很多書的人 相反來說讀很多書的人 不一定是很有智慧 有時候都會很盲目 所以你說 不是啊 他讀了這麼多書 應該不會這麼盲目 是很盲目的 有些人可以 當然 完全不想事的人 就沒有什麼智慧 想事多的人 也不一定有智慧 OK 那你想說什麼呢 我們看看聖經裡給我們一些開始的初步 先說 三章二十一節 我而要謹守真的智慧和謀略 不可使他離開你的眼目 這個和合本有時的譯 和原來的意義 是有點不夠全神 所以我不時都會引用其他譯本 告訴你 他說 你要守著真的智慧和謀略 謀略這個字 其實原文的意思是一種明辨的態度 智慧是一種明辨、辨別的態度 就是說看東西看得很清楚 什麼看東西看得很清楚呢 就是看得很全面的一個闊度 看得很深入這個深度 看得很淡度 看得很淡度 這個就是有智慧的人 看得很單線的 這個就是缺乏智慧的人 好像八章五節那裡 也是這樣說 那裡說 其實前面你看到的第八章 整張都是講智慧的代言 智慧說什麼呢 如夢人 你們要會誤靈命 如果你看到新日本 其實就是要學習精明 如夢人 你們當心裡要明白 明白是理 這個就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 就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學習到精明 和可以明白那些事理 這就是我不跟大家慢慢去解釋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聖經裡面給我看見 一個有智慧的人 是可以明白是理 對問題有個明辨的態度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perception的部分 然後智慧也是一種判斷 我們看見八章十二節 他說我智慧以靈命為居所 原來的意思就是 我智慧是與精明一起住 原來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有智慧的人是很精明的 什麼叫精明 精明就不單是想得通 還要什麼 抉擇 抉擇 下一個判斷 下得準 就叫精明 這些人買東西很精明 不是只看百貨公司這麼簡單 他就要下手一買 就買對的東西 還有 就要尋得知識和謀略 所以智慧在金針然裡 跟謀略 謀略就是譬如一個政治家 他做事 他對一個國家的問題 他採取了一種策略 他下得很準 下得很恰當 不過火 又解決了問題 大家人民又喜歡 這個就是智慧了 所以跟著十五十六節那裡 智慧說君王藉著我來掌權 即坐國位就是掌權 君王藉著我來判定公平和法紀 所以王子和首領世上一切的審判官 都藉著我來掌權治國 所以這兩段聖經裡 可以看到智慧不僅是一種明辨的心境 智慧還是一種判斷的準確 好了 希望大家明白了我這個系統 這個藍圖架構在針延裡 是這樣拿出來的 還有很多經文 當然我不會和大家慢慢抽過的 有特別值得讀出來才讀 當然看上去還有很多其他經文 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就不會矯前這麼久 所以從針延的角度來說 智慧人的氣質就是 剛才我們所說過的 能夠運用智慧去解決問題 這些所謂聰明 或者是用智慧的視野去看人生的際遇 但是針延很多的 針延很多這類的 舉個例子來說 虎和樂 四章十二十三節 那裡說到 人生的路有一條路 人以為正的路 至終成為死亡的路 人家大家都以為是正的 但是 有智慧的人看到那條路可能是滅亡的路 人在嬉笑中 心也憂愁 快樂之極 就生仇苦 好像這些是相反的 嬉笑的時候沒有智慧 人家就嬉笑 快樂的時候就快樂 但是有智慧的時候 他知道快樂至極 是會生仇苦 這就是對人生的苦樂 兩面有一種深度的體會 擁有和失去 剛才我們說的 塞翁失馬 聖經心言一樣是這樣說 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節說 有施散的 卻更增 在一般人的理解裡 你把錢拿出來 那就少了 很清楚很簡單 因為你的荷包就少了一些 但是在針嚴的角度來說 一個人當你拿錢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有所增 相反來說 論息過度 是沽寒 即是水不流過別人田的時候 那些錢就不會少 但是反至貧窮 好施捨的 反而得到風雨 滋潤別人的 得到別人對你的滋潤 慢慢回答下去 很有味道 今晚我不同意 大家逐句慢慢回答 不過這裏 針嚴給我們看見 人生有很多 好像相反 拿錢出去 其實是得到的 幫助別人 其實你自己得到幫助 你按著那個荷包 很沽寒 其實你越來越貧窮 這個可以說是 對人生有一種 很有深度的體驗 一種的視野 針嚴裏面 給我們看見 一個智慧的人 能夠這樣 當然第三樣 在針嚴裏面的金句 就是第九章十節說 驚威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智勝者 辯視聰明 我想這個大家都會很熟 就是說 在針嚴裏面 大家都記得這一句 其實真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觀念在這裏 就是 針嚴裏面的智慧 並不是我們日常 或者古代 或者東方 或者我們中國 那種的智慧而已 雖然他們不是互相衝突 不是完全無關 但是針嚴在聖經裡的智慧 肯定有多一樣一個 一個向度 是我們其他東方的智慧 甚至現代人的智慧 是沒有的 就是因為針嚴說得很清楚 他說 敬畏耶和華是一個信仰上的質素 敬畏耶和華是一種信仰的質素 是能夠帶來更深刻的智慧 所以在聖經裡 針嚴告訴我們 針嚴所說的智慧 並不是一般的智慧 不是一般的智慧 一般的智慧 和針嚴的智慧 不是完全衝突 但是在一般的智慧之上 聖經再告訴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看聖經 而不是回到老子、莊子、佛經 那些都是講智慧的 到處都是講智慧的 你去那些新紀元運動 那些都是講智慧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看那些 要看聖經呢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聖經裡的智慧 是不同一般的智慧 三章五至七節 他說你要專心養賴耶和華 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 這裏有一個小小的對比 聰明就是聰明 但是針嚴說你要專心養賴耶和華 這個信仰上面的質素 不要單單依靠自己的聰明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 只是依靠自己的聰明 只是有人的聰明 的話 這不是真的聰明 並不是聖經裡 針嚴書所講的那種有神的智慧 所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即是指耶和華 他必指引你的腦 接著就說很清楚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要敬為耶和華遠離惡善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一個人以為自己有智慧 可能他真的挺有智慧 在人的角度挺有智慧 聖經說 你在人的角度說你很有智慧 有人說聰明 很聰明 聖經就立刻提醒 不要以為這個聰明就夠了 要有重慎信仰質素而來的智慧 以及其實還未夠 你以為有智慧其實還未夠 要專心養賴耶和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敬為耶和華 專心養賴耶和華 這個就是一個智慧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質素 儘管未必是唯一的質素 但是一定是很重要的質素 我們就要花了這麼多時間 稍微交代一下敬為耶和華 這個字眼這個詞 在甄言中的意思 剛才我告訴你出現了14次 這些無謂說 那14段哪裏也不需要告訴你 因為今晚回家 你按兩下你就會知道 人家裡也有這樣的東西 也有CD-ROM 或者進了軟件裏 我和大家消化過之後 我們看到在敬為堯華的意思 在甄言當中 有兩個很重要的核心的意思 第一 所謂敬為耶和華 不是好像我們表面來想 很害怕他 經常都很害怕他 不是 敬為當然有一種尊敬 是畏懼的意思 但是他的內容 根據那14節出現的經文的內容 是更加豐富的 第一大方面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祂是我們的主宰 我們對祂的態度 就存一個謙卑的態度 這是我們對神的態度的第一方面 因為神是我們的主宰 所以我們深存謙卑 22章4節 經歷耶和華說 要深存謙卑 就得富有尊榮 生命為賞賜 神會賞賜給我們 但是我們對祂 是要存一個謙卑的心 這個謙卑的心 在下半節就會出來 為何謙卑的人能有智慧 這是很重要的 驕傲的人 可能是聰明 但不一定有智慧 肯定沒有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的人一定是謙卑 另外 第23章第17節 這麼說 你心裡不要妒忌罪人 只要終日去敬畏耶和華 這裡說什麼呢 如果一個人敬畏耶和華的時候 心裡不會妒忌罪人 為什麼會妒忌罪人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那個人犯罪 但是他又得米 他做壞事 他又發財 所以就很妒忌了 那怎麼可以不妒忌呢 透過敬畏耶和華呢 因為當你的眼目看上去的時候 雖然那個人 好像做了一些事情 你不值得 但是他得到那些好處 連你都沒有 你就會妒忌他 申賢說你不要妒忌他 因為神在那裡作主 如果神作主的時候 你對神有一種絕對的信任 神作主的時候 你心裡就不會妒忌罪人 所以這兩樣合起來說 我們看到神做主 是謙謙卑卑的態度 第二 神單止是做主 他不僅是主宰 神是一切安全感的來源 根源 所以我們人生 有了神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能夠有一種依靠的心 全心去依靠祂 這是另一種對神的態度 我們對神是自己謙卑 第二 第二 我們對神是依靠 謙卑就是真 依靠就是舉起手 可以說是兩個的動作 是代表針言中 是經威耶穌華的兩個最重要的動作 十四章二十六節 經威耶穌華的大有依靠 經威耶穌華的人可以大有依靠 十五章十六節 少有財寶 經威耶穌華 好過多有財寶 煩亂不安 少有財寶就沒什麼錢 多有財寶就有很多錢 如果一個人的安全感 是來自財產有多少 少有財產應該少有安全感 多有財產就是多有安全感 但是聖經這一句很特別 如果那個人是經威耶穌華的話 那個關鍵就倒轉了 少有財產都可以有安全感 多過那個多有財產的 那就是說怎樣才能這樣呢 雖然你少有財產 但是財產不是你的安全感的來源 大家聽得懂嗎 那你的安全感的來源 從神那裡來 你看著神 如果神轉化將神成為你的安全感 而不是銀行傳接的數碼 是你的安全感 你知道是錢不多 明天生活可能有困難 但是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當中 他一手沒有離開我的 想到的時候 我心裡就很安全 他的安全感比銀行還多 很多錢的 因為他怕股票再跌 經常讓他回到1300點 也好 爬來爬去都爬不過1200點 多討厭 又跌回到1000多點 想當年1600多點才入貨 那時候心裡就煩亂不安 這個安全感 如果在神那裡建立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 從那個安全感 對神那種絕對的信任和依賴而來的 十九章二十三節 經威耀說 得著生命 他必恆久之足 這裡不單是安全感 有一種滿足感 對神有安全感 一種滿足感 一個人能夠在神那裡得到這樣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放鬆的 很滿足 很暢快 很穩定 我們說他很淡定 因為神看著 就趕著神照著 那就沒事了 有神在那裡 有些東西他雖然沒有 但他也不需要再求 無欲無求 很開心 這一種這樣的生態 就是一個經威耀說 以來的一個產生的心態 所以一個人經威耀說 產生兩種心態 一種很有安全感 滿足感的心態 第二就是 不需要懵惰 不需要緊張 也不要驕傲 因為神在那裡做主宰 他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種對他的謙卑 又謙卑又依賴 所以我這裏說 怎樣描述 都在一起 大概有點像 我們傳統中國的 爸爸和兒子的關係 爸爸在那裡 不是一個暴君式的爸爸 看到爸爸的時候 爸爸幫你頂住這些東西 還有有爸爸在那裡的時候 你不需要擔心 始終他會在你生命當中保護你 但是同時的結果 你不可以亂來 是吧? 是爸爸來的 所以他主宰會審判 所以又敬畏又安全 又有一點點害怕的 但是心裡又很滿足 那種這樣就是敬畏耀說的態度 可以說是一種神很親切臨在的態度和意識 那你臨作的結果當然是剛才說的 那你就不會互作妄為 所以敬畏又華的結果 自然會在聖經裡所說的 會恨惡罪惡的八章十三節 敬畏又華在乎恨惡罪惡 那些驕傲、狂妄、惡道、乖貌的效果 都為我所憎惡 為何一個敬畏又華的人 他會憎恨那些犯罪的人 會恨惡罪惡 很簡單 因為他的標準和神的標準認同 這麼簡單 一個人敬畏又華的時候 在神那裡得到安全感 這個不是他唯一 否則只是有好處 他在神面前還有一個謙卑的心 然後因為他是他的主宰 所以他的標準就是神的標準 神的標準也成為他的標準 所以他自然會恨惡罪惡 他在想事的時候從神的角度去想 而不是從人的標準去想 看那樣東西 人們會說很棒 他不喜歡 為什麼呢 神喜歡的東西他也不喜歡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敬畏又華的態度和人生 然後我們進入今日的骨幹裡 或者我們待會可以休息的時候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把它寫出來 可以把它寫出來 寫到一張紙那裡 因為今天人不多 大家可以多一些機會討論 好嗎 都可以的 我試一下 我不會說得太長 我們待會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想起 引起你想到什麼 你就可以寫下來 好了 現在我們進入聖經裡 在這邊珍言所說的智慧和愚昧 如何才能隨去愚昧 得著智慧 那些關鍵的問題在哪裏 以及如何得到這種智慧 一些熟練的操練 如果你們留意我們剛才的藍圖 一個智慧的藍圖就是兩部分 剛才我們說過 一種全面而深度的理解 然後有創意 綜合你所認識的知識 而產生準確的判斷和抉擇 我今天說了幾次了 你應該記得這兩件事 現在我們就轉兩個大方向 再仔細一點看看珍言怎麼說下去 首先我們說有全面而深度的透析 全面的視野 待會我們說深度的透析 先說全面 大家想想一下 究竟智慧和全面的角度去看東西 有什麼關係 通常我們一般人看東西 看一件事 了解一個問題 都是很單線的 智慧和愚說 或者愚昧的分別 就是看你有沒有更多角度去看一件事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你發覺有些人很懶惰 看他真的很懶惰 很懶惰 也不通的 不通的 不通的人多數是怎樣 他有意見 不通的 不過他的意見 永遠就是那個意見 全世界說他都不聽 他不會考慮別人的意見 他只看一件 一個角度去看他 我們說龍安寺 枯石山水的啟迪是什麼 很多年前我去日本的京都 去一個龍安寺 龍安寺有一個枯石山水很出名 聽聞很多人在那裡參悟 得到境界上的突破 我自己走上去龍安寺 對著枯石山水的參悟 枯石山水大概好像這間教會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我想前面的位置 所謂的枯石山水就是 圍著一個四方框 鋪了一些沙在地上 上面也等了大塊小塊的不同的石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規律 就像大塊小塊這樣 就是枯石山水 沒有水的 但是用石來做的山水 於是我一早就走上去 走上去很斜路的 走到我死死的 坐在那裡看 就看了參悟 參悟了一段 兩小時都參悟了些什麼 就有點失望 想著再參悟一下 就肚餓了 吃東西好過了 就想收手 剛剛收手的時候 就有一架旅遊車上來 旅遊車上來 就來了一班美國遊客 你知道美國遊客很崩潰 也很厲害的 有相機 有影片鏡頭 之類的 當年是很威風的 有這樣的錄影機 進來很會吵 又大又小 吵了 拍攝枯石山水 我覺得很煩 剛剛這麼寧靜 本來只有我自己一個 和我兩個人都很靜 坐在那裡都在參悟 來了一班遊客 真的很大殺風景 在那裡拍照 哇 這個人就站在那裡 拍枯石山水 五分鐘就知道那些遊客 五分鐘就拍完 就離開了 然後在那裡拍 又吵 我初初到很煩 突然間 因為這班遊客 我就誤了 誤了些什麼 我明白枯石山水 要我明白的是什麼 對於其他人來說 我不知道 對於我來說我開始明白 我看到有個遊客 就幫枯石山水 拍了一張照 很滿足 有一個就說 欸 拍什麼啊 買張張張張照片就行了 我他說 是喔 買張張張張張照片更好 有一個就不是 有一個就聰明一點 在左邊就拍一下 在右邊就拍一下 在那邊就拍一下 在那邊就拍一下 拍幾個不同的角度 那有一個呢 又更聰明一點 他拿一個影像 他圍著他走一圈 我開始看到幾層的境界 最低的境界 當然他拍了一張照片 他就回去說給人家這個枯石山水 你明白他的傻瓜在哪裏 這張照片永遠代表不到這個枯石山水 只不過是代表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枯石山水的其中一個橫切面 側面 買postcard那些比較厲害 因為他買到一疊 起碼有三四個角度 拍攝鏡頭那個就最厲害 因為他圍一個圈 不過他跑了之後我說他也不算最厲害 為什麼呢 他都還沒看完這個枯石山水 他回去告訴別人他拍出來 我相信他很威風 這樣就放出來 這個是枯石山水 看一看 整個圈圈圍一次拍給你看 不一定 這樣就是看完枯石山水了嗎 其實枯石山水可以從無限的角度去理解他 是不是對 如果你化成一隻蟻 在那些沙下面看上去 永遠拍不到 對著他坐飛機在上面看下來 又不一樣 如果烏鷹在上面飛過的時候 所以看見枯石山水也不一樣 他撥在那個石頭旁邊 去看完後面的枯石山水也不一樣 所以我突然間可以誤到一件事 人生其實都是這樣 每一件所發生的事 每一個觀念 每一件的事情 都好像一個枯石山水一樣 你永遠都有無限的角度去看他 我想我們人與人之間很多的衝突就是我在這邊看 他在那邊看 我認為是這樣的 我從多幾個角度去看同一件事 他就了解這件事 明白這件事 欣賞這件事 更多 蠢的人 就只是從一個角度去看 最近我和太太兩個時常去不同的地方 講了一些工作室 講到夫妻的溝通 男人女人的溝通 我自己都嘗試努力去學 如何了解女人的世界 我們學的嘛 我們教人的嘛 我自己都很多時候學 對於女性來說 她一不開心 跟她有什麼衝突的時候 第一步男人不要用你的方法去解釋 是進入她的世界去想一下她 那時候我發覺 真的很不同 一個人其實如果你能夠 不過你和對方的衝突 不是只是夫妻的 你說我還沒結婚 那你禮拜堂的有時有時間爭辯 如果你是年輕的 你和獎執 獎執的和年輕的 也有很多事情爭辯的 朋友之間有很多事情爭辯的 公司有很多事情爭辯的 每次衝突的時候 你想一想 你能不能夠說 好我現在不想我 為什麼說她錯 我要問 如果在她的角度 切身處地 從她的角度去想 她會怎麼感覺到 有時做過這個功課 我發覺我的生命寬很多 以前我說 我都掃過那些塵 不知道你們看過 那個男人女人聽過 我經常舉這個例子 我都掃過那些塵 你說我還沒掃 這個是我的標準 我以前媽媽說這樣掃已經可以了 為什麼你怎麼這麼閹靜 你還以為打斜 在陽光這樣反照 你怎麼搞錯 掃過就掃過 這樣掃當然還有點 那你就說還不行 但我試試 我現在不要想 我媽媽說可以 她不是我媽媽 她是她 在她的世界裏 她的長大過程裏 她的家裏 這樣就叫做乾淨 我切身處理 如果我是她 在家庭裏面 然後在這個角度裏面 去看這張牆 是不乾淨的 當她看到不乾淨的時候 她懶惰 她不值得 這是應該的 雖然我們慢慢就要大家兩個 要談好她 談到一個合適的標準 她又能夠接受 我願意去嘗試 這樣就叫做解決問題 這是題外話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撞了 我已經盡力了 為什麼這麼嚴尖 嚴尖是因為用我的標準來量度她的經驗 你明白嗎 如果我能夠進入她的角度 就像我們看虎積山水一樣 我馬上站在角度看 不靚不靚不靚 她的角度說很靚很靚很靚 沒意思的 唯有我走過去那個角度去看看 一個全面的視野的重點就是這樣 所以難怪在針言裏面 說一個愚蠢的人是單線定點的思考來的 十八章二節 愚蠢人不喜愛鳴節 英文的翻譯是叫understanding 愚蠢人不喜歡understand 只是喜歡什麼呢 顯露自己的心意 to show his own opinion 愚蠢人就是我覺得是這樣 出發點就是我認為這樣看 我認為這樣看之後就是這樣看了 understanding就是有多角度 多知度 然後才去了解 這個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十九章二節那裡說 深無知識的 乃為不善 這個中文也很噁心 你看英文就知道 他說有熱心 就沒有真正的聰明的人 就很糟糕了 自由 without knowledge 腳步急快的難免犯罪 走得快 只是想著那條路 很容易會走錯路 針言的意思就是這樣 意思就是 一些人 愚蠢人是怎樣的呢 愚蠢人只是一條路 一個方向 我們中文廣東話是死路一條 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愚愚愚發覺我們中國教會 大部分的衝突都是 教會裡面總有四五個死路一條的人 這樣就可以搞到教會 加雞無鴨血 死路一條的人是很有權威的 很有權力 而且很懂得說話 零四熱心 那裡拿命 如果他不熱心 他也有點心脅 他還很熱心 所以他下手 走一條路的時候 沒有辦法接受 那為甚麼人會這樣 沒事的 他不一定是壞人 只不過那個分別 就是他曾經嘗試過那件事 那件事對於他來說是很深刻的 印象變得很好 他的錯誤 錯誤在 認為以後就是唯有這樣才是好 不是這樣就不好 所以一個人有知識 而只是給一種知識 已經有的知識 可能那種是很好的知識 限死了 而不能夠開放到其他知識 那個人都是一個蠢人 司馬光其他朋友都是這樣 司馬光其他朋友都是小朋友 他都有很多很好的知識 為甚麼他做不到呢 譬如說 他以前試過 有問題的時候叫媽媽 是不是好事呢 好事來的 小朋友就在地上 媽 小朋友就不會選 不會成了 有藥茶 流血沒事了 他試過的 所以有事的時候 叫媽媽這件事不是錯事 通常那些很主觀很蠢的人 他不是錯 他不是壞人 就是這樣 因為那些事他試過是對的 他以前唱過普天仲賺的那些詩 他令他很感動流淚 所以他沒有辦法接受 可以齊唱新歌這樣唱法 拿個結他拿出來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忍受 一萬一人唱才要站起來 用風琴按下去 那整個鈴就升起來了 結他這樣掃一下 掃一下 動一下 動一下不行的 怎樣才行的 問題是這樣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主觀人的背後 有一些很好的經驗 那些不是不好的經驗 是不是 如果不是他都不會留在教會 現在 他很熱心的 很熱情的 可能他花的時間給你多 但是呢 如果他能夠有了這個知識 但是只是停留在一種的知識 就因此而不開放給其他的知識 那就糟了 那就糟了 可能 師馬光我想一下 我猜一下 我自己作下去 還有其他的朋友 他都是很乖的 他一直的媽媽教他 他都很聽話的 不是你的東西 就是小心保護 不要打爛別人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可能小孩子 他在腦子裡 從來沒有可以打爛的肛 這個可能性 因為肛這麼大 是很貴的 媽媽從小教他 你不可以打爛別人的東西 打爛別人的花瓶 都不行 何況這麼大肛 人家都是裝水的 所以他已經抹殺了這樣的可能性 你明白嗎 師馬光就不是 救人的命重要 於是救人 因為打爛肛 被媽媽罵 先打爛肛 那個突破性在這裡 你明白嗎 那個突破性就是 他不會是死落一條 開放多些不同的角度 所以23章9節那裡說 你不要說話給愚昧人聽 因為他必藐視你智慧的言語 愚昧人是藐視 為什麼藐視別人說的話呢 藐視也就是他不肯接受 為什麼他不肯接受別人說的話 因為很簡單 只要那個人說的話 跟他自己的想法不同 他就不聽 就不喜歡 看不起 一個人如果他別人跟你說的話 不喜歡 你就不聽的話 這個是一個蠢人 相反來說 正經說 聰明人 應該把握機會 專門留心聽 罵你的人 真厲害 為什麼 凡是罵你 即是表示他的態度 他的看法跟你不同 只要他不是無理取鬧 他就說 罵我多數都是無理取鬧 這也是很笨的 我不相信 罵你的多數是無理取鬧 是 罵你的人裡 總有一些是無理取鬧的 但是大部分多數都不是無理取鬧 為什麼你會這麼生氣 或者有些人一罵他 一搏他 他就 shut up 是不是 即是 不聽 不聽 不聽他 其實他很傻 智慧人是看重宅備的 你看看第十七 精彩 愚昧人藐視父親管教 領受宅備的得著知識 原文的意思是看重宅備 我很喜歡 就是 是 針言裡的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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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宅備 第九章八節九節 你不要罵那些蠢人 恐怕他們恨你 要宅備智慧人 他必愛你 沒得住 智慧人的分別 和蠢人的分別在這裏 那些智慧的人 你罵他 他愛你 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有好處 逢罵你 剛才我說的 逢罵你 就等於他 和你的觀點不同的人 即是你有一個新的機會 可以從一個新的觀點去看東西 你先聽得明白 如果一個智慧的人 就教導智慧人 他就越法有智慧 因為指示人 他就增長學問 智慧人 和蠢人的分別 就在這裏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想有智慧的時候 從今之後 操練一下自己 一人讚你 一人讚你 一人讚你的時候 你就會說 跟他差不多了 不用聽 一人罵你 這個好 多大都拿到盡 為什麼 難得你一輩子都想不到這個想法 要不然他也不會罵你這麼猛 罵你的人 當然的想法和你很不同 或者剛剛相反 這就是你最小的事情 可能只是你最大弱點的地方 你明白嗎 你信不信 你有空想想 你有空留意一下 以後 罵你的人 他會愛你 即是被人罵的時候 你會愛他的話 這個 可以說是真的有智慧 另一方面 這個是消極來說 有人罵的時候 你好好用 積極來說 就是要儲存 更多的教導 九章八節九節 這個人說了 我們要聽更多聖經的說話 罵你的人 就是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但那個可能是一個新的角度 不夠的 聖經說我們要讀多些不同的角度 等在腦子裡 這個時候我們要多些參考 所以在針言中事常說 你要多聽耶穌華的說話 多聽人對你的說話 我以為你要聽我所說的 為什麼經常這麼岩沉沉 就不是爸爸說的 你都不聽話 不是說他想你聽他說 而是說一個聖經的人 他也聽了 為什麼我們到下半節說到 一個有創意的人 是因為他已經有很多條路 他不需要走 因為那些人幫他走 我發覺走不通 他知道那些走不通 他就不用再試 那些蠢人 別人走過的 他就不知道 他就再再走 所以你說 為什麼有些人 他對這個問題 一看就看得這麼準 因為其實不是他看得準 是他知道很多不準 你聽不明白的意思 他已經知道很多不準 他不需要想那些不準的 他一看就看得準 罵你的人 就是提起一個新的角度 但是那個可能是一個新的角度 不夠的 聖經說我們要讀多些不同的角度 等在腦子裡 那時候我們要多些參考 所以在針言中 事常說 你要多聽耶穫華的說話 多聽人對你的說話 我以為你要聽我所說 為什麼經常這麼暗沉 就不是爸爸說 你都不聽話 不是說他想你聽他說 而是說 如果一個聰明的人 他也聽了 為什麼我們到下半節 會說到一個有創意的人 是因為他已經有很多條路 他不需要走 因為別人幫他走 發覺走不通 他知道走不通 他就不用再試 那些蠢人 別人走過 他就不知道 他就再走 所以你說 為什麼有些人 對這個問題 一看就看得這麼準 因為其實不是他看得準 是他知道很多不準 你聽不明白意思 他已經知道很多不準 他不需要想那些不準的事情 他一看就看得準 不是他突然間 心血來潮 或者是他天生有一種神秘的 超然的力量 一看得很準 十個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他一看第三樣就對了 不是的 我告訴你 你看出那些聰明的人 投資也好 做生意也好 讀書也好 或者做人也好 解決一個問題 人際的關係也好 你說搞來搞去 頭都爆 一去到那個人 問他的意見 不如這樣做 這樣就行了 為什麼我想不到 這樣 其實分別不是他想到 不是他天跌下來的聰明 而是他一早就知道 你還要試那些不走不通 越知道其他那些不通的 就越能夠知道哪些是通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智慧的重要性 所以全面性很重要 看一看全面 越能夠全面的 那是越有智慧的 所以我們不妨提供一個 那些愛神的基督徒 他們生命裡面 很有戲劇性的基督徒 在他們生命裡面 一直看得多 我自己很喜歡看見證 由那些全道人的 牧師的 到全教士的 以往的現在的 神學家的 很喜歡看他們生命的經歷 為什麼呢 我看得多的時候 我對一件事一來的時候 我腦裡已經有很多參考的資料 很多參考的資料 那時候我看了一件事 我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應該怎麼去理解 因為已經有了那些背景給我 好的參考 所以我們不看 我們發覺到時候 你走過一條人 早就走過 走不通的路 那你就很浪費力了 ią怎樣 那就是 這是平和生命的 默奔 非常奇怪 氣悲性 一般 停 ER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